北韓的特種軍 真的不一樣 導播我們開雙框來看看 北韓特種軍在中國 服裕 服刑逃獄的畫面 來冠軍來跟大家講解狀況 好 我們剛才分享完了 軍國大事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國際上比較不為人知的一些故事 今天這一個當事人呢 叫做朱賢健 那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上面 你看他一下都跳上來了 他爬著竿子上去 這是監獄 這是中國的吉林監獄 你們看到嗎 現在這個畫面呢 圈起來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剛才冒火花的部分 他疑似是用繩索破壞掉電網 然後一下就跳到後面 從二樓高的高樓直接跳了下來 而且他再跳了下來之後呢 在地上大概只 翻滾了三四秒鐘 立刻又站了起來 逃逸 這一件事情在中國引起了非常大的震撼 我們再看一次畫面 這個太厲害 你看他一個鯉打挺 你看你這跳那麼高 而且他是爬著鐵桿上去 之後呢 現在大家才發現 這個越獄者 他居然是來自北韓的特種 北韓的特種兵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畫面 我們回到這邊喔 懸賞通告 這個懸賞通告是什麼呢 就是他逃了獄之後呢 他分了三波 我以為他在講我耶 單眼皮刮子臉小眼睛 這個朱賢健先生呢 年紀大概40歲 我們看到他身形嬌小 眼睛也嬌小 然後呢 在這個懸賞通告呢 列出了很多他的個人的特色 但重點是 一開始這個懸賞率 只有2萬人民幣的獎勵 相當於8萬6千元獎金 如果你有任何他的線索 報給中國有關單位 就給你2萬人民幣 後來呢 變成到了 如果你找到了他 變成就有20萬人民幣 就是86萬逃幣 因為10月中 到今天為止都還沒找到 所以在上個禮拜的週末 11月14號的時候 現在的獎金 50萬人民幣 相當於折台幣是217萬元 很高的獎金耶 快變魯夫了我跟你講 為什麼會這麼的誇張 這麼的恐怖呢 這一個人現在被中國 視為是極端危險分子 我們剛才重新回顧一下畫面 他從三層樓高的鐵網柵欄爬 爬過去 我們看到這個鐵桿 對對 這就是竹籃桿 然後他手弄的上面 腳弄的上面 這還不是竹子座 是鐵桿 鐵桿其實應該很滑的 但他居然爬的上去 然後剛才我們看看畫面 他從屋頂的雨棚 直接從2、3樓高的地方 直接跳到地上 這個部分呢 大家以為他會摔斷腿 結果他在地上只躺了2、3秒鐘 立刻跳了起來 喘了口氣 狂奔之後 再也找不到 這個就是閃兵的特勳 瑜教練三點著陸嘛 三點著陸 腳踝那種 然後屁股 然後身體 這樣把力量卸掉 腳 側 然後臀 對 三點著陸 標準特種兵的作戰 因為這個越獄太過離奇 所以後來他就去查說 這個人是誰 結果發現 他居然是來自於北韓的特務 剛剛這位北韓的特務呢 我們會覺得很奇怪 北韓特務好好的 怎麼會在中國吉林的監獄當中 對啊 結果發現他也是脫北者 他也逃獄 他也逃獄 他在北韓逃到中國 而且這個脫北者 他在北韓的情況 真的是非常辛苦 他早年當過特種部隊 對 後來他的姐姐 本身是脫北者之後 他被送去勞改 對 因為家人連坐 結果他在這一次 逃出了北韓之後 在中國 剛剛逃到中國 因為自己沒錢 對 也想要吃東西 所以他開始去犯了 竊盜罪 搶劫罪 後來被逮到之後 被判處11年的徒刑 其實他故意的啦 吃牢飯還比較安慰一點 這個就是這一次的重點了 對 他本來已經要在2023年的8月 可以出獄 是 可是他居然選擇的是 要逃獄 為什麼 因為他2023年的8月 當他出獄的時候 他會被遣返回北韓 那遣返回北韓會怎麼樣 他們說死也要見屍體 基本上就是只有 就是只有處決意圖 所以他非常擔心 被送回北韓 對 那其實這裡反映出了 一個狀況就是 北韓的這些 其實受過嚴厲訓練的 特種部隊 對 為什麼紛紛選擇離開北韓 根據目前外媒的 很多調查報導發現 北韓的軍紀是 非常非常渙散 我們過去認為 應該是訓練最有素的 這些特種部隊 在北韓 正常來講 當兵要當10年 男人 正常男人要當兵10年 那特種部隊訓練 應該更加嚴苛吧 但是這些人 只要透過賄賂 行賄你的上級 你就可以被分發去 量的單位 對 然後如果你有關係 你家裡是高官 你也不用經過 這些很辛苦的過程 你就等於是在上班族一樣 對 可是這些辛苦的人 他們的日子 其實比起別人 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一個一個 脫北者 急跑著 找著他們 誰要逃跑 那我們也看到 其實不只是 特種部隊跑跑 現在連勞工也跟著有逃跑潮 反正勞工也不行 什麼叫勞工呢 勞工不是在北韓的勞工 是北韓從跟蘇聯當年 蘇聯還沒解體時期 他們就有計劃的 輸送很多北韓的勞工 到國外去做工 對 而這輸送到國外呢 到此時此刻為止 他們還有輸送勞工到中國 對 那近年來發現 因為中國現在 它的工廠的環境 有一些真的非常惡劣 對 正常來講 我就算是你北韓派過來的 我應該有自己的權利選擇轉移 省份 轉移工廠吧 對 結果全面禁止 被北韓送到中國的這些勞工 是他們的人生 要住在哪裡 要做什麼工作 全部要受北韓的調動 對 那現在這些北韓在中國的幹部 都講說他們也想逃跑啊